今天E之国股推介是港交所38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内地经济可能急速放缓 加上人民币偏远 加深资金外流忧虑 A股反复下跌 港股短期下行风险未出 蓝筹股将会公布首冠业实 其中港交所会下个礼拜三放榜 预料会成为焦点 由于受到港股日均成交额下跌 新股上市活动和投资收益疲弱影响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港交所首季盈利 介乎28亿6千万去到30亿8千万 安年跌两成去到两成六 中位数是29亿5千万跌两成三 首季收入介乎46亿6千万去到50亿1千万 安年跌9%至1成半 中位数49亿6千万跌了一成 港交所股价形态上继续沿下降轨向下 并且靠近3月份低位314元 基于港交所首季业势受制于港股成交疲弱 策略相适宜观望业势之后的表现 如果能够在310元关口找到支持的话 可以等候低位级纳部署中线 否则下一个支持据点就要退守 去到今轮的升浪起点成交密集 特区大约260元的水平